本的课程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喷头保护装置作用以及使用方法 我们设备使用的墓水是有这个凝固性的 我们超过三天的工作设备的话 我们需要手动把这个喷水清净墓水清净干净 不要墓水是滴气停留在喷水里面 导致喷头堵塞 喷嘴堵塞一旦 一旦堵塞很难充分不开 我们以前都是手动注入这个保湿液来进行保护喷头 操作起来会比较麻烦 而且还有一定风险 现在我们来有了这个喷头保护装置呢 可以很好的操作这个问题 也可以避免这个风险 现在来告诉大家有没有操作这个喷头保湿装置 首先我们拿到一个袋子 我们先把这个木囊包装起来 这个是把木囊拔起来 OK 把这个枕头淘出一个 然后呢 打开保湿面 OK 要打开这个小筛子 要把六个都加满 六个都加满 可以从侧面看得到木囊 OK 现在将冬超大 我们开始安装的木盒 OK 现在拿到我们的芯片检测板 让我们来 把这个槽位放进去 好 一个人放紧 然后拿到木盒 放进去 卡紧 卡到位 要卡的一声证明 就OK了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小筛子都打开 六个都要打开 OK OK 我们现在打开小筛子 就行啊 找到这个位置 好 我们现在都可以到金林开机了 启动拔紧 等待这个拔紧的边缘只能尝尝 可以看到电磁门现在常量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进行右侧 飞摸管的位置 OK 我们现在来抽这个飞摸管 探出去 然后抽能抽出来 你看 如果抽不出来 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这边也没装紧装吗 一定要卡进卡到位 我们才能从这里抽得出来 确定能抽得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打电清洗就可以了 抽出大概5毫升就可以了 然后放回去 可以看到电源直灯长灯的情况下呢 我们在电脑那边点击F12进行清新打印头 我们在电脑进行清洗的时候呢 要看一下这个管子能不能出这个清洗液 这个细节一定要看一下 能出正常的 如果不能出 那说明我们可能墨盒那里没有装好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我们抽完飞沫管 正常流程是在电源直灯长灯的情况下 清洗三次或者两次这样子 两到三次 清洗过程中呢 注意飞沫管能出清洗液 则是正常的 OK清理完两次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电源直灯长灯的情况下 我们关闭打印机 按一下 好 可以看到电源直灯灭了之后呢 我们来关掉组电源即可完成 本段教程视频也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 您 봐 opening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